其實我只要來找大家對這個計畫 因為剛剛有跟蠻多人聊這個計畫 然後就是對這個計畫有興趣的人 請到臉書搜尋V台灣社群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那個報名連結 就是我們每個禮拜三的晚上 都在大安區的社會創新實驗中心那邊 有一個定期的聚會 然後就是下禮拜三 就是我應該會討論這個計畫的一些細節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人 就是報名一下這樣 然後 好 然後就是附帶一題 就是因為大家都很焦慮嘛 關於怎麼打破同溫層這件事情 所以剛剛就是有一個莫名其妙的討論出來 就是關於那個村長就給了一個那個keyword 就是行動代號金孫 那就是說因為大家都想說要打破同溫層 那主要長輩是一個很大的那個target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討論就是發起討論 我們好像是Lulu就說社大其實是一個切入點 就是我們一般在想說找里長之類 然後揪人來聊天 那Lulu就說社大是一個 因為社大會有開一些電腦課 然後都是什麼如何教你用滑鼠 然後開機 然後用LINE 做LINE圖之類的 所以就是我們覺得說可以開一個有點像是社區服務隊的東西 就是大家可以去自己看一下 自己社區的社大到底在教什麼 然後是誰在教 然後有沒有可能去這個搶他工作 或是我們去提供教材說 其實可以這樣教 然後也許就可以偷渡一些我們比較認同的 譬如說支持同志婚姻或什麼之類 像這樣的議題 那看是不是可以跟Cofax合作 然後教他們做出既有趣又正確的LINE圖 然後那個孫林有說他有認識朋友在永和開那個 開了一個課叫做老後人生補給站 然後也歡迎大家去Google一下 那他說他自己會去聯絡他的朋友 看有沒有什麼可以合作的地方 然後另外一個有想到就是開腦洞想到就是我們可以 因為大家對自己的長輩都有溝通障礙 所以我們可以互換長輩來溝通 譬如說Ronnie可能對他的長輩非常難溝通 那我去關心他的長輩 然後他來關心我的長輩 那我們的長輩對彼此 就是對不認識的人可能就會比較 對不對 就是會有這個傾聽的這個開放的心態 那之類的啦 我也不知道大概吧 這絕對不是在講長輩都是壞人 或長輩都是就是close-minded 可是就是我們面對問題就要想辦法解決 那另外應該這個還是Ronnie提的吧 就是聘請高齡時機生這件事情 就也許我之後回去跟我公司的夥伴講講看 那歡迎請各公司可以共襄盛舉這樣子 然後謝謝剛剛宇婷就說 可以用公投資料來參考說南漂計畫應該飄到哪裡去 然後再來就是這也是另外一個想法就是說 突破同溫層也許需要就是在專業還有這種事實的 這種資訊和報導之上我們可能需要另外一層的轉譯 所以另外一想法就是圖書或是短片 那是伊莎貝講的就是她說她很想在媽媽群組裡面宣傳一些事情 可是沒有東西可以用 所以就是也許我們會需要一個就是專業新聞媒體跟報導 跟這種比較軟性產製的這種創作團隊來合作 比如說寫這個中國豬豬的一天之類的 也是一個同書這樣子媽媽就可以跟小孩一起讀說 欸 中國豬現在發生什麼事 像這樣 這樣那種不知道也許啦 所以就是這有另外一個highpack 也可以大家可以偷偷看一下 那總之就是選後之後針對這個同溫層 還有這個進步價值的潰敗 大家的焦慮感就是接下來還有399天 那大家可以繼續想想看 在下次總統大選之前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好 謝謝大家